嗨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3号,欢迎收听Quick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图灵是著名的机器智能测试的提出者,这种自主技术让人联想到了来自未来的飞行,变形机器人,就像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一样,Dragon的灵感来自古代龙神话,这个名称确实相当吸引人。 它由多个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类似于传统无人机,它们有角接连接在一起,这种无人机具有自主决定形状的能力,目前可以飞行约三分钟,并且可以施加3.5牛顿的力来推动物体。 未来,Dragon的开发者们计划使其能够在地面上高效移动,然后转变为飞行模式,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形状,并增加抓取器和腿部等工具以攻行走,这将使它成为一种极具应用价值的多功能机器人。 这项技术的开发正在东京大学进行,并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未来,这种飞行变形机器人可能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高效的送货无人机,它将能够飞行和降落,相较于现今在美国和英国试验的有限方案,它将更加高效,无需依赖巨型QR码等方式。 这项突破性技术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注,有人表达了敬畏,有人表示怀疑,还有人对名字进行与法纠正,这项技术的未来发展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科技领域,值得密切关注。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带您了解一则关于未来太空探索的令人振奋的消息,它可能会改变宇航员在太空中的生活方式,以及星际旅行的未来。 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几乎完全依赖地球运送的材料,除了水,而水则是由账上的废水回收在利用。 然而,随着商业太空产业的发展和全球对国际空间站以外长期任务的兴趣增加,科学家们正积极探索在地球之外制造用品的方法,以降低星际旅行的成本。 在最新的一个主题更新中,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中进行3D打印。 3D打印是一种流行的技术,通过挤出熔绒塑料、玻璃或金属等选定材料,来构建物体。 然而,在太空中进行3D打印是一项挑战,因为重力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 科学家们相信,这一努力将有助于宇航员在未来能够根据需要制造各种资源,从太空站零件到纳米卫星,甚至是由采决的小行星材料制成的全尺寸卫星。 此外,未来也可能使用3D打印在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建造栖息地,从而极大的减少了必要的货物补给任务数量。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西弗吉尼亚大学的Jacob Kordani表示,航天器无法携带无限的资源,因此您必须维护和回收您所拥有的,而3D打印可以做到这一点。 您可以只打印您需要的东西,以减少浪费,然而,在太空中进行3D打印不同于地球上,即使微小的动作也会对复杂的设计造成严重破坏。 因此,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微重力下进行3D打印,特别是使用钛材料,为什么选择钛? 首先,钛比不锈钢更轻,更耐腐蚀,这使它成为太空中3D建筑物的经济选择,其次,月球上也含有类似钛的矿物,这意味着未来的月球探险者可能能够直接从地面开采3D打印材料,进一步减少了太空任务的依赖。 这一项突破性研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和星际旅行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让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太空冒险。 接着第三则新闻带您来关注的是一则关于有关英国制造业的最新消息,以及它在不确定环境中的表现。 根据最新公布的S&P Global 6英国制造业PMI数据,英国制造业在10月份持续面临挑战,受到困难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产出,新订单和就业率都出现全面下降。 在经济节性调整后,英国制造业PMI数值略为上升至44.8,高于9月份的44.3,但低于先前预估的45.2,数值低于50表示该行业处于缩缩,而我们已连续15个月处于这个区间。 10月份的数据显示,PMI的所有5个子组件都出现下降,新订单、产出和就业率都下降,同时采购库存也减少。 然而,供应商的交货时间有所改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需求疲软的现象。 制造业生产水平在10月份连续第8个月下降,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自2008到09年以来最长时间的持续缩减。 此外,下降速度仍然稳健,比上一期PMI调查稍有加快,来自欧洲、中国大陆和巴西的新工作流入疲软,成为新出口业务连续第21个月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制造业就业损失已连续13个月,闲置产能加剧了最新一轮裁员和工作积压减少。 尽管制造商对整体前景仍保持乐观态度,但在10月份,他们的乐观情绪降至10个月来的低点。 54%的制造商表示预计未来一年产出将会上升,而36%的制造商预计产出将会保持广泛停滞。 剩余的10%的制造商表示预计产出将会进一步收缩。 SN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董事Rob Dawson在评论最新的调查结果时表示,英国制造业在今年最后一季度的开始继续低迷,这意味着制造业仍然是拖累经济的一个因素。 而经济已经濒临衰退的边缘,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国内外需求疲软,导致新订单进一步萎缩,生产量连续第八个月下降,这是自2008到09年以来的最长时间连续下降。 由于客户去库存,市场不确定性和生活成本危机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企业发现交易环境变得更加艰难。 英国特许采购与供应学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rocurement and Supply,首席经济学家John Glenn博士也表示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可能更多是出于希望而不是证据,并指出制造业正在经历自九分之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最持续的低迷。 制造业在经历困难时,仍有潜在的增长机会,特别是通过投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降低能源成本,缓解供应链缺口,或提高可持续性,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改善制造业的前景。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将带您关注一则有关ABB Mobility和Spania之间的重要合作的最新消息,这个合作将在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ABB Mobility和Spania已经签署了一份全球框架协议,这一举措将加强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并使Spania能够为其电动车客户提供更多定制的充电解决方案和电动车辆。 Spania将充当ABB Mobility的合作伙伴,为其自家网络和客户提供ABB Mobility的直流快速充电技术和解决方案,其中包括Terra 360,这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全合一电动汽车充电器之一。 Spania的电动车业务主管Frederick Heller强调,与ABB Mobility的合作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电动交通发展的势头,并支持我们实现到2030年每年销售50%电动车的目标。 我们重视ABB Mobility的全球覆盖和本地化优势,以及其广泛的高质量电动汽车充电解决方案和服务支持。 根据这份框架协议,ABB Mobility将为Spania提供各种直流充电解决方案,包括家庭车库充电、目的地充电和公共充电,从24千瓦到600千瓦不等。 这个合作将有助于两家公司实现零排放交通运输的未来,并在当今引领明天技术的发展。 框架协议还加强了在Spania本地市场上为客户提供支持的合作。 ABB Mobility的车队和公共交通业务主管Chris North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帮助Spania为其客户提供各种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 透过访问我们的整个直流充电产品组合,我们确保Spania能够为每种应用场景推荐最适合的解决方案,从而协助客户成功实现转型为电动汽车。 早些时候,ABB Mobility和Spania宣布在兆瓦充电系统、MCS的开发方面取得了成功的首次测试。 这一重要的里程碑意味着高效、高功率的充电解决方案将为重型车辆的充电时间减少一半,为电动交通带来更多便捷和可持续性。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为您带来一则关于古罗马混凝土和现代3D列印如何一起挽救珊瑚礁的报道。 全球各地的珊瑚礁被誉为地球上最多样化和迷人的生态系统之一。 然而,由于污染、气候变化和其他负面因素,这些珊瑚礁正处于极度灭绝的危险之中。 预计到2050年,地球上90%的珊瑚礁面临死亡的命运。 为了拯救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人们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通过3D列印珊瑚礁,以维护礁石的生物多样性和完整性。 过去几年来,许多技术已经应用于3D列印结构生长天然珊瑚,以及保护海洋生物,采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3D列印技术。 现在,来自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的一个跨学科团队正在使用古罗马混凝土的概念,开始他们的珊瑚保护工作。 这个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古罗马混凝土被证明在水下环境中非常耐用,并且具有对环境污染风险较小的优势。 古罗马混凝土在外观上与现代建筑材料相似,但在耐用性和坚固性方面优于现代建筑材料。 它有不同种类的岩石、大型石头或碎石混合而成,通常使用火山灰作为粘合剂。 这些成分在与海水混合时会产生反应,使其更加抵抗裂缝和破裂。 而这种混凝土在施工后多年甚至几十年仍然保持强度,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耐用的建筑材料。 UTA团队已经在德克萨斯州科破斯克里斯地附近的墨西哥湾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水下3D列印测试。 他们使用古罗马混凝土制作小型珊瑚礁,这些珊瑚礁得到了真正的珊瑚的附着,并且在海水中变得更加坚固。 这一成功的测试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一项有益之处是,真正的珊瑚能够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用于构建骨骼,这对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这个古罗马混凝土珊瑚计划也计划使用修改国的混凝土配方,以储存碳并支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这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